Hello,各位小仙女,我是变美匠。下面根据我的日常穿搭经验,给你们分享宽松的裤子,搭配什么上衣好看。 宽松的裤子搭配短款上衣是常见的搭配。这种搭配适合大部分身材的妹子,宽松裤搭配短款上衣,能够提高腰线,视觉上延长腿部的线条,从而达到显高效果。 图中小姐姐利用黑色短上衣,搭配红色拖地阔腿裤,整体搭配,不仅显高显瘦,而且显得洋气又时尚。 对于不是特别高挑的身材,建议小仙女们不要从上到下都选择宽松的版型,如果下身选择宽松的版型,上身尽量选择修身一些的上衣,会更加修饰身材。 利用一款灰色修身打底衫,搭配一条黑色阔腿裤,轻松穿出高级时髦反。 宽松裤加吊带衫 宽松裤搭配吊带衫,同样超级好看。 吊带衫是夏日必备的单品,对于腿型不够完美的妹子,可以选择长款的宽松裤,来隐藏腿部的缺陷,宽松的裤腿上身清爽凉快。 小姐姐这套搭配就超有饭,黑加红的配色炒饭十足,整套搭配起来吸睛无数。 宽松裤加T恤 近年来,侧边校服裤也是火到不行,几乎每位时髦精,都会背上一条来凹造型。 宽松又时尚的宽松裤上身超级舒适,随意搭配一件T恤分分钟,穿出时尚感。 宽松裤加衬衫 摆搭实用的衬衫,无论与什么单品搭配,都不会显得突兀。 利用一条宽松的裤子搭配衬衫,适合通勤场合,正式又得体。 但是在搭配衬衫时,尽量将上衣塞进裤腿,提高腰线才能够起到显高效果。 至于此,尽量尽品搭配衬衫。 对于晶松裤的筹。 感谢观看